不是 亲爱的 你怎么这么快就发了 你这屁图只屁自己啊 你没看我脸上的大痘痘吗 谁说的 你看你下巴 我都给你退了三下了 这个甜点你给吃了吧 我最近啊 在减肥 我不吃 我都快胖成猪了 亲爱的 你不减肥啊 我吃不胖啊 你跟严莫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结婚呀 我最近在忙公司的事情 你们有没有人想吃小龙虾 什么是小龙虾 就是大街上都有卖的那种啊 路边都有卖的 那得有多丧啊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那已经买过了 谢谢亲爱的 装什么装啊 我跟你说啊 指不定天天在家跳操呢 你看他的脸啊 是不是小了 你说大树大树脸真狼 我就说嘛 他那脸肯定是大树脸 是啊 他那个脸 来了 来了 怎么是你啊 我饿了 你给我弄点吃的 陈又美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你们家飞翁啊 我想吃小龙虾 想吃自己买去 外边多得很 吃什么 我不想一个人吃 关门 这个是这么带的吧 这个销过多命啊 马桶里刚捞出来的 我们粗人不讲究 我们粗人不讲 看什么看呀 没看我没你吃虾 你说你连虾都不会剥 你还能干点什么呀 我大提琴十几 空手到五段 芭蕾舞是全国冠军 你能耐 好吃吗 就那样吧 不会吃的人 别玷污小龙虾的王魂 看着我吃 不好意思 我忘了 你不爱吃虾了 你看这个大 你这香 想吃啊 想吃你早说呀 你不说怎么知道呢 是不是 问问问 姐 姐 姐我错了 说狗子吧你这人 你不说怎么知道呢 你知道吗 盐墨带赵乔医去找 盈远学教授了 我知道啊 还好意思说自己公私分明 我就不明白了 赵乔医哪一点值得 让盐墨喜欢啊 我们乔医挺好的 我问你 如果是你 你会选我还是选赵乔医 选你啊 因为我要是选的乔医 墨墨会打死我的 其实吧 他们俩属于一类人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都特别地酱 你说这事他们干不成吧 他们还非得去试试 你就说这个提案 我们都不同意 都觉得不划算对吧 但是他们非要去试试 就这样就把盐墨 给迷倒了 那倒也不是 怎么说呢 其实这个世界上面啊 百分之九十九的男人 都会选择你的 但是盐墨是那百分之一 不是因为你不够好 而是因为 我们每一个人 遇见真爱的几率 可能只有那百分之一 不过我相信 总会有一个人 为了你放弃那百分之九十九 把你当作生命里的唯一 翻山越岭的来找你了 我才不信 行 你不信拉倒 反正我相信 我的公主啊 一定在未来等着我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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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